第一個背景 大家需要有會計的同學 也有是電子業的 還有駕IoT的網站 自我需求 還有電機整合的資訊 目前有些是還沒有需求 還不知道用在哪個地方 其他還有像金融保險業的 還有土木相關的行業 承擔貨運 所以其實各式各樣 當然這個課程 它的實用性非常高 你能夠做 會做的話 你實際上 就可以把一個系統給設計出來了 整套流程都OK了 只是說細節部分 還是要慢慢的把它完善 那看起來 我們這一班 比較 程度方面 大部分還是落在進階 大概有一半的左右是在進階 然後有四個同學是高階 已經有相關的程式開發經驗 另外的話 入門的話也有四個 所以目前有填問卷的同學 假如說你是填這個 你就是要 你不用緊張 不要想說 是不是要打退堂鼓了 不過如果你退掉的話 應該會有蠻多人想要加進來的 因為蠻多 蠻多人說 看有沒有 蠻多之前上課的同學 沒辦法抱進來 不過你也不用等一下 你就是盡量我講過 第一個你可能把影片錄下來 回去多看 第二個 一定要動手做 照著我雲端上面的講義 雲端上面白板的東西 再如法炮製一遍 應該也沒什麼太好 如果實在有問題 你前後左右鄰居 我發現上學期還不錯 就是互相會幫忙一下 所以整個上課的氣氛 其實還蠻好的 另外的話 高階同學 如果你會覺得比較慢的話 你就是大概自己抓一下 或者 也就是說 你再多花一點時間幫一下 旁邊可能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或者你自己可以找一些延伸性的練習 像我們上學期有一些 其他做過的題目 你也可以把它轉成網頁 那其他的話 最需要學什麼 第一個 就是資料庫 其實應該可想的 資料庫如果會做的話 各式各樣的系統都能做出來 像我剛剛講的 購物車的概念差不多 或者是說 像進銷存的概念也差不多 反正資料有進有出 其實都可以 把相關訊息放在資料庫 前面的介面只是存取 把它顯示出來而已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到底這些 剛剛講過的除了Jungle之外 那些技術網 它的最大的特色 大部分還是在解決 如何把資料庫的東西 放在網頁上 那早期HTML靜態的 是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靜態的就是你已經寫好固定的 寫死的 那後面剛剛講的 Jungle跟像PHP ASP 這些其實 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資料庫的資料 從資料庫第一個 撈出來放在網頁上 至於要怎麼放 放得好看 而且你也不能說 有一萬筆就放一萬 沒有 你要分頁 第二個是怎麼樣 比如說你裡面有 要增加新的東西 比如說訂單 加進來 第三個就是 它能夠刪除 比如說多的就刪掉 或者修改等等 所以這個也是 好像大家最希望學習的 那在那個 Jungle內建的是Seqlite 不過Seqlite 它是自己本身的 如果說你要跟別人 或者是說你要放更多資料 Seqlite它主要是微型的資料庫 如果你要放更多 可能還是要放一下買Seql 上學期有 雲端講義有 但是我沒有提到 因為那部分的話 沒有那麼多時間講到 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上一期課程的那個說明 那大家有沒有意願 其實看起來有意願的 一個 一個 應該是 那還有一個考 剛好一個一個 如果願意的話呢 那就剛好是班戴嘛 考慮的話就學意 謝謝 哇這樣最快了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那個 然後 大部分都是自己想多學一點 有興趣 興趣其實非常重要啦 我是覺得 學習像這些東西 一定要 有興趣 如果沒有興趣 你會覺得 你可能會做不下去 那這個興趣要培養 你要知道就是說 你學完這些東西 它能夠帶給你什麼 可能這個問題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因為它是一個工具 所以工具就是拿來用的 所以你要想說它用在什麼地方 你千萬 要知道它 也不要說把它想得太 太美化 也不要把它想得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知道一下 業務需求有四個 那我們剛剛的東西的話 看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 那兩位同學 的資料 我直接就把它看一下 建立心 剛好佳龍 佳龍是 那個 四連霸 三連 三還是四 忘記了 第1 2 3 4 對4連霸 OK 那我們 佳龍 麻煩你先 再查一下 應該OK 自己的簡介 因為大部分同學 都應該對我不陌生 可是 還是 可能有新加入同學 那我 我其實在網路上面 可以找到資源 其實很多 那我在 這個領域也不是 刻意去做什麼 可是就長時間 有上課 有把影片 把它錄下來 最早也是因為 希望 城市方面課程 同學 聽不懂 聽不懂的機率很高 還有再學習機會 所以錄下來放在網路上面 慢慢慢慢變成習慣之後 大家習慣在網路上找 那所以我 如果要找到我相關的資源 可以Google 吳老師 其他我曾經教過的課程 大概這些 這些像 Excel VBA 或者App相關的教學 都是跟城市有關的 其他還有像 PHP其實也有 ASP.NET 也有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部分 不妨自己再去網路上找找看 資源相當豐富 其他的話 跟這個課程有關的 像 前面的像 我先教VBA VB.NET ASP DNET Java Java本身 也可以把它變成那個網頁 叫做JSP 或者叫ServerLate 其實它的衍生性的技術還蠻多的 其實像手機的設計 Enjoy 其實我們之前也講過 然後PHP 大概是這些 然後 我的相關的簡歷 一堆 不過 比較重要的是 曾經有創業經驗 然後呢 也獲得 曾經 公司也獲得那個 創業 傑出創業楷模 那是在原製大學的 那個 因為有開了一些大數據課程 那 TVB.NET 有去採訪 那這志強工業基金會頒給我的一個獎項 教學卓越獎項 那還有我的證照 證照也是一堆 不過這也是錦上添花 那 這個我的教學頻道 最主要的那個頻道 目前的訂閱人數 也快要突破兩萬人了 不過這訂閱人數 雖然跟那個網紅比起來不算多 不過 以那個教程式設計這種很呆板的課程 能夠有兩萬的訂閱人數 我想應該 在台灣的那個 台灣這個市場裡面來看 應該 有比有多了嗎 沒有我是說教學啦 古阿木我當然知道 他賺那麼多 但是問題是他的內容跟我不一樣啊 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他那個也蠻可以學習的 他根本就是要念經嘛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就是寫一個腳本 然後不斷念 念得很順 不過內容不同啦 OK 好 那一樣喔 Google每個月也會給我 固定的那個 一筆廣告獲益 那個是廣告來的 那最早我本來只是嘗試性的 看看能不能真的賺到錢 答案是OK的 而且這一件事情已經不用置疑了 因為現在很多網紅 賺的錢喔 恐怕還比那個 任何的行業都還多啦 所以我們班上也有一些 想要效法的 那個 像那個 那個 吳大哥 之前也有拿到一百塊 後來有去領出來嗎 後來我沒有去看 沒有去看 就放著就對了 他會一直累積啦 他會一直累積 你可以把它 開個帳戶 錢就進來了 只是說你可能 要把那個 廣告會議變大 還是要花很多心思 因為喔 現在網紅喔 很多人加入了 所以競爭也相對的激烈了 所以以前喔 可能在像那個 把上課內容放在網路上 這件事情 做的老師並不多 可是現在好像越來越多 但是要越來越多 可是要做得越來越好 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要做得好 你一定要用心 去設計 課程內容 而且喔 你放在YouTube上面 不像說上課啦 像我們現在上課 可以慢慢講 那YouTube上面 大家很急躁耶 一定要講快一點 所以喔 變成說我們要後製 假設比如我上課 我要怎麼樣 把那些罪字都卡卡卡卡卡卡 然後繼續按全部連在一起 那個點擊數最高 因為我有試過啦 因為我試水溫嘛 看看那個情況 那 但是很花時間是真的 所以像好像 那個 有找到威力導演嗎 都是單機 標準版的 要完整的 比較好一點 或是完整破解的 目前的 因為他現在網路上 你只要有一些 他都會偵測到 所有的都會偵測 喔 他我現在都 不知道用哪一個 那只能先關掉 然後再 再 斷線 情況下先做 喔 所以他連線就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 你現在好像16吧 還是17 16 17是最新的 因為這邊後製啦 那 目前最簡單的軟體 就威力導演啦 所以如果 對於那個 加入那個 網紅的行業有興趣 可能第一個 你要把威力導演學好 要練得很熟 要練得很熟 所以像你看那個 蔡阿高的影片有沒有 他裡面不是很多的 字幕那個效果啦 或者是穿插一些東西進來啊 那些其實都可以 像類似 那不是只能夠用威力導演 威力導演 那也是最低的門檻 還有其他的軟體 OK 這也是個方向啦 以後如果你們 學完這些東西相關的 那當然證照考試 不過目前 Python 這其實可以關照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這其實 用到的這個 上課用書部分 我們基本上 我是以這一本 當成是 我們的那個 上課用啦 因為上學其實是用下面這一本 下面這一本 下面這一本叫出學特訓班 意思就是入門 上面這一本的話呢 它又把這個 延伸到這個 這個Jungle 這個書本 還要取個叫最強實戰 但這本書的話 其實設計內容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它其實前面也有像類似PHP的 像他們這個 像文員格工作有PHP的 好像也有ASP的吧 也有ASP 但是好像沒有JSP的 JSP這個就比較少一些些 用的最多還是這兩個為主 那它就把這兩個書籍轉換 裡面的範例很多其實都相似 把類似的範例轉移到Jungle 可是這本書我是覺得設計上沒問題 可是呢 它裡面很多地方都是要下指令 自己用打的 那用打的對一般來說接受度可能不高 你當然也可以把那個 那個執行的畫面叫出來用打的 可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有 我講過剛剛有提過 你可以用Eclipse 不過要加一個外掛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至少希望能夠把那個 開發的環境至少要架設起來 那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不行的話 我會包一個懶人包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你就把它下載解壓說也可以用 那也就是我做完的結果 至於要怎麼做 我們待會要來看 上學期如果有上課的話 這個應該沒問題 如果你上學期部分不OK 就是你沒有跟到的話 那可能也許你不就是把這本書 看找到之後 自己再做一些 預習啦 不然的話有些東西 可能我們上學有講過 也許我會概略的講 可是我不會深入的講 大概讓各位了解一下 那當然除了這兩本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啦 有啦 像這兩本也是跟Jungle有關的書籍 這兩本書其實呢 我也有把它買到啦 不過現在好像買書 又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都電子書 我後來就直接乾脆買電子書就好了 因為現在Google Google Play商店上面 除了可以買手機APP之外 他也買遊戲之外 他還有買書 那我就在那上面找 這本書 那個架上有 這邊也有 而且呢 可能因為我用Google用很久 他突然就跳出一個說 我買一本書 好像只要五塊錢吧 台幣還是多少 我想說 買五塊錢 那我買買看好了 本來要四百塊變五塊 我就買買看 一買真的買 然後他五塊錢吧 台幣啊 沒有他可能就是 希望我試用看看啦 我想說 試用不是白骨試嗎 是五塊錢 好那我就試了 就買了一本 然後後來呢 他好像只有優惠一本 後來他突然就跳出說 我買第二本可以 打 多少一折吧 還是1.5 忘記了 反正也是很低的 後來我又看到又有這一本 那我就把這本也給他訂了 所以我手機裡面就可以直接 隨時可以翻閱這兩本書了 還蠻不錯的 你們不妨也可以試試看 在那個Google的Play商店啊 有沒有 應該知道這個Play商店吧 到那個 這邊不是有那個什麼 Play嗎 有沒有 這個Play本來是安裝手機APP的地方 他現在又做起別的生意來了 電影 好像過年我記得 他電影看一部也是五塊錢 不過我是沒有事啦 然後還有圖書 圖書裡面的話 就會有什麼呢 我的書籍 就是我買的書啦 那我剛剛講那個書籍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這本 這邊就是我已經買了 所以我可以看裡面全部內容 點擊進來 不過這有版權問題啦 那當然我就不秀太多 因為這個可能 裡面的話呢 每一頁每一頁全部都可以 它有622個page 那好處就是說 我除了可以在電腦畫面上面觀看之外 我在外面我手機打開 也可以看到這本書 所以無聊的時候 我就把它 因為縱向看太小 橫向看 這樣看書好像也不錯 主要是因為這種是工具書啦 工具書你不需要一直把那個 字意從頭到尾看完啦 又不是看小說 這就是略看就可以了 還有呢 有時候就看大綱裡面需要的部分 把它稍微看一下 甚至我有時候看書 我都先拆 作者會怎麼寫 大概因為拆也知道啦 拆對了 那就跳過跳過跳過嘛 如果拆錯了 那就把它學起來 所以其實我去書店看書的時候 我不是先看從頭到尾 讓作者帶著我去做一遍 而是說我先 大概拆它會怎麼解題 如果拆對了就跳過了 如果跟我想的不一樣 比我更好 那我就把它學起來 這樣的話看書會比較有效率一些些 然後還有這個另外一本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們自己也可以在那個 Play商店裡面找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找什麼 找關鍵字找那個 Jungle 前面有個D 這個不發音的 你就打Jungle 有沒有 在你Play商店也可以找一下 然後搜尋一下 他就有跳出這些書了 當然這本就我剛剛講的 其他好像還有一些外文的書 這邊也有 裡面自己找 如果你要學我 你可以自己在上面 如果他有四月 OK 這是第一個 就是相關的參考用書 至於這兩本書 什麼時候用到 也許我們有相關的範例題 那我也會可能 把比較好的部分把它抓過來 他們有些部分解題的部分 其他的話 像Python的設計流程 他其實好處跟其他的差異點在哪裡 其實真的 他基本上 經過我們上個學期的學習 你會發現 Python相對的比較簡單 比較明確 也比較優雅 很多東西寫起來 我感覺好像清爽許多 如果跟Java 或者是C++ C比起來的話 那 目前的排名 大概一直往上 可以可想而知 未來 會不會有可能 超越他們 可能性其實還蠻高的 但是什麼時候 不過我覺得學習 這些東西的話 就 至少知道一下 那入門部分 前面我們做了蠻多練習 也許上學期東西可以再把它涵蓋進來 那慢慢的啦 我們也許 後面架設網站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些東西都把它納進來 那上學期像我們有做過很多練習 還有就是從網路上撈資料的 練習相關的 爬蟲資料 爬到資料 可以把它放到我們的畫面上 那未來是不是可以把網路上爬到資料 自動幫你顯示在網頁上 這也是一招 所以想做東西啦 別人也許 想做的 你也可以試做看看 那 課程的那個說明 其他的話呢 大概 底下的話 我們就會 先從那個 建置Jungle的開發環境開始講起來 所以待會的話 也許 請各位再 切到那個雲端上面 我剛剛有第二個連結 第二個連結 就是我們的雲端硬碟的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的話 那將來的東西 有關相關的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雲端白板 其實就是雲端講義 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先找到哪一個呢 這個是上學期的環境 這個是今天要做的 那裡面的話 我們會把什麼呢 把Jungle跟Eclipse結合在一起 那至於要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 按部就班 來跟各位說明 所以今天的話呢 基本上 我的預期 至少要能夠把 這個環境建立起來 那下個禮拜開始呢 我們就是每一次上課 也許就看看能不能做出一個網站出來 然後慢慢慢慢越來越困難的 按部就班的學習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那個比較重要的是 那個雲端白板的位置 可以先參考一下 Python的開發環境 還有Python跟Jungle的開發環境